W-A-K-E-U 哦,wake up,是不是,醒过来 嗨 哈喽 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Tom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一款独立恐怖游戏 这款游戏的名叫做恐怖录像带 我之前听说这款游戏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今天我们来试玩一下 如果大家看到这期试玩视频 如果觉得这款游戏还不错的话 想看到我玩正式版 不要忘记评论告诉我 非要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游戏吧 Let's go 按Tab检查个人笔记从车里出去 看一下Tab 我记不起发生什么了 是一起事故吗 我要找到援手 我要搞清楚这里正在发生什么 好,我们先出去 右键可以放大 然后左键是可以互动之类的 这是我们的车 哇,这么这个古老的车 什么情况,我是撞车了吗 我现在怎么办呢 不清楚啊,这个好像进不去啊 环顾四周 我没记得我开车经过这里,该死 我甚至都不记得我今天上了我的车 我没见到其他人 但也许我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啊,解谜开始了是不是 有没有手针筒 这边进不去,太黑了 估计叫手针筒 车后备箱能不能开开之类的 那边也有跟我一样的车 还有一个人站在那边什么情况 呃,模特是吧,模特 我懂,我懂 模特 好 这个是汽油桶吗 这应该给他指引一些什么 嗨 他拿着个撬棍是干什么呢 啊 电话响了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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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灯啊 好黑啊 这发电机 然后呢 电梯 这么小的电梯吗 恢复电梯供电 没油了 油在那边是有一桶油的 对不起 有点害怕 他怎么这么高了 手还断掉了 不对劲吧 怎么别这么高了呢 吓我是吧 我怎么会被一个模特吓到 不理解 我看到了 他在电梯外面 模特吓人是吧 你不讲武德 你闪现 到哪了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看看 回家了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 是回家了吗 环顾四周 没东西 电梯把我带到了这 这里看起来像一个地下建筑群 我不知道前方什么东西在等着我 但在室内总比在外面感觉更安全 电梯不能带我去更深的地方了 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找一找帮手吧 这些都拿不了 感觉现在需要找个手电筒之类的 这什么地方 钢琴 听到什么东西在摇摇晃晃 这个钟呢 时钟卡在3点03分 我在这度过了多少时光呢 凌晨3点 可以弹琴 这绝不是一个休息的地方 我怎么感觉气氛变得圣人了起来 这边应该有东西可以看吧 绘画工具和材料 啥东西都没有 我傻了 这门怎么是开着的 呃呃 关的死死的 下地下室去看看 诶 这电梯 上面没按钮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它 下面还有个电梯 这是锁住的 呃 什么意思 这么黑 毛都看不见啊 拜拜 拜拜 这幅画 这幅画展示了一场海战 前面好像有个抽屉啊 没有抽屉 哎呦 吓死我这个阴影 谁画的图呀 吓死我了 这到底是什么 Oh my god 这是血块 我不想知道这是啥 我也不想看着它 把门关上啊 nice 手电筒 哎不是 找到密钥 你不知道我找你找得多辛苦 我是不是还拿到把钥匙 这钥匙是哪的 某上门的钥匙 好像我记得是有锁着的门的 去看看 这里面是啥到底 嗨 什么都没有下我是吧 关门 还关不上了 耶 摇得这么厉害 搞毛啊 上面是不是有人 我能跑 我能跑 这位好像不能躲 所以无所谓 no okok ok 哇塞 do you hear me 嗨 我没听见你声音哦 这是好多录像带啊 这么大的录像带 我不知道还应该期待什么 或许我应该试着启动它 这是不是可以用 哦可以用 W A K E U 哦 W A K E U 是不是醒过来 嗨 啊 啊 哦哦 尋找出路 出路在哪吓死 拜拜 电梯门开了 可能是出去的路 拜拜 下我是吧 什么突然一转头吓死人 什么突然一转头吓死人 哦 现在这碟路让他放完了 准备换一碟了 准备换一碟了 咱们 妈咪 what happened why are you crying 开不开 哦要按这 好 这应该是来到了我们主角的家 找到我的女儿 我是妈妈是不是 我的女儿在哪 她不会走丢的 我一直留意着她 没人可以伤害她 没人可以 我就不允许别人这么做 她一定就在某个地方 感觉从这个demo来看 我感觉我们是出车祸了 女儿应该是死了 不然我妈妈尽声崩溃了 我猜应该是这样 一个一个房间看吧 这边应该是书房 这边应该是没有东西 吓死 这么长的走廊啊 你怕不是在动我 哇这个氛围感好满 直接拉满了 这氛围感 这手电筒真的 唉 还好你会开灯 这边有我们 女儿应该是 她喜欢的那个小熊 她手上拿着的 对不起 流声机 你在哪 女儿 你在哪儿 妈妈来找你了 这边应该没有东西吧 女儿 唉 捡起了玩具积木 噢 这金木可以拿是不是 噢 要拼起来 OK 明白 找到四个 然后把它放在这里 好的 应该能拼出我们女儿的名字 这边是 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捡起了玩具 Mommy look at there white bonnie it's shining 噢 这里呢 好 捡起了玩具 噢 要排出 最后一个是Y 对 最后一个是Y 那是Mommy嘛 能不能排 不知道 Emily 哇靠 居然是Emily 我刚好没有注意到她名字了 哪个门开了 这门开了 OK Emily 你这么 啊 我们妈妈精神崩溃了 还不是时候进入那个房间 那个房间可能有什么秘密 这边没有东西 这什么东西 这两条 虫虫 这房间构造真的好奇怪 OK 这应该是Emily的房间了 为什么不让开灯 还被封上中间怎么有个条呢 厕所 厕所 我去 有个另外的事件 你是否还记得 蛤 Emily的故事是什么 哇 好压抑啊 我得回去了 回哪儿去 这地下怎么蜡烛 啊 快回去 看到一些东西 现在还不是时候 什么声 什么声音 哎哎哎哎哎 我去 什么情况啊 电视 你记得吗 当时有一个小女孩 Emily是她的名字 她用她的刃子 她用她的刃子 刃子 是她的世界 一直在她的心中 她的小子 很小 在肯定 之后 穿了一天 正在四周 OT 她可切的 估订 她的专门 我捡起了一幅画 他那个老电视上问我有没有忘记 就是问我记不记得 应该就是记得他女儿的东西 刚才我们拿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看这边好像是一个什么 这是个画板吗还是什么东西 反正是他女儿的画 然后我们接着往这边走 对 就是要来这边 这边还有一幅 这是什么东西 也是像电视一样的 是往这边走吗 我现在捡起了三幅 往前去看看 在这 这黑洞一样 刚才那个眼睛吗 我记起了一些事情 贴在这边吗 对不对 绘画是他的世界 艺术永远在他脑海 哦 这个是他的绘画板 就是那个条件色的那个板 所以我们的女孩不会害怕 朋友要给他玩这游戏机 然后一声巨响 四周一片空白 一场大风暴来了 一声可怕的雷声轰鸣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个 当然你不 你什么样的妈妈 你很用心 你很用心 做这个事 做 哦 这边有开关 他每一幅画这边有开关 他应该按照顺序剪 所以我第一个剪到的是这个 然后 第二个剪到的是这个东西 第三个是这个 最后一个剪到黑洞 哦 是我们的女儿 啊 这里亮了 恭喜你 你记得你的时间 但是告诉我 Alice 为什么你记得我 你记得那天 你记得那天 别忘了 你惊讶 你惊讶 你信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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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 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记得 哦 我该怎么向他解释这些 这又是谁 死完了 怎么这么黑啊 感觉在放录像这个人也有点气不成声的感觉 自杀了 自杀了 因为这款游戏 因为这款游戏的话 目前我去看了一下他的介绍 这款游戏本身就是一个你越玩到后面你就越会知道事情的真相 然后他也没有明确的说这款游戏的剧情到底是讲了什么 我来给大家念一下这款游戏的他的介绍好了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还是没有人找到你的兄弟 当所有希望都破灭后你决定亲自展开行动 为此你将独自前往那些令人极度不安的地方通过调查找出真相 注意整个过程中必须要特别小心 因为在这场犹如噩梦般的旅程里潜藏着无数的危险 所以这款游戏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去回放很多很多的录像带 然后去找出里面的真相 总体来说试完版玩完之后他留下的悬念还是比较大的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这款游戏呢 有这款游戏也没有特别的一些什么跳脸上 主要是一个气氛的渲染再加上一个环境的这么一个感觉 对于我个人来说呢这是一款不错的独立恐怖游戏 如果你想看到这款游戏的正式版的话 不要忘记评论告诉我给我留下一个三连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